越来越多人使用公共交通作为早上出行的选择 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透露 早上尖峰时刻使用公共交通的乘客 在过去五年增加了四个百分点 黄志明今天为大市西延长县主持启用仪式 他说 随着我国的公共交通网络不断完善 在早上的尖峰时段 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国人比例 从2012年的63%增加到了去年的67% 并有望在2030年达到30% 全长约7.5公里的大市西延长县 四个新高架地铁站就包括了卡尔圈站 大市湾站 大市西路站和大市连站 这将为到育廊和大市工业区工作的民众 提供更快捷的交通服务 当局预计每天乘客量将多达10万人次 由于大市西延长县的列车 将在新的信号系统下运作 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测试 因此 东车的日期从去年底推迟 到了来临的星期天 而公众在今天就能够趁着开放日 免费乘搭列车 免费乘搭列车